3月31日 新冠病毒在意大利已经造成了超过10万的感染者和超过万人的死者 而这只用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2月23日 意大利确诊人数130人超级毒网出现 被波及的接触者超过5万人 伦巴蒂、维内托、皮埃蒙、埃米利亚、罗马涅和拉切奥等五大区被波及 部分城市、关田体育场、公共场所、办公楼、学校、商场 2月24日 意大利确诊人数230人 死亡6人 某意大利女专家宣布 中国的卫生系统远不如意大利先进 中国民众的生活习惯和社会经济条件也不同于欧洲国家 所以无需紧张担忧 只是大号流感 某男性专家反驳 要求加强重视防疫 并调侃这位夫人是否最近太累了 被该国一众媒体弄骂 性别歧视 法西斯 被回道歉 2月26日 意大利确诊人数374人 死亡12人 一名议员因为访问了疫区 戴着口罩进入议会 然而却因此被群嘲 他气得大骂 疯了 全都疯了 如果你们是聪明人 也早就该戴上口罩了 到3月8日 意大利确诊人数5883人 死亡233人 意大利终于紧急封锁了 伦巴蒂等11个大区 全国最后的医护储备 包括已经退休的医生 没有毕业的护士 都被动员投入到抗疫第一线 组成最后一道防线 投入战斗 重症病房对最可能幸存者 进行翻诊 优先抢救更可能康复的 年龄较轻的 米兰封城 伦巴地方大区 全城市民外逃 在不复他们短短几天之前 还将疫情当作儿戏的嬉笑 和议会全体一起指责 某个议员不该戴口罩的偏执 此时法国确诊人数上千 德国确诊人数进千 德国拦截了瑞士的口罩 欧盟各国拒绝将意大利 出口医疗防护设备 当然还有同期彩蛋一则 截至3月10日晚 法国新冠肺炎患者 累计确诊1784例 其中死亡33例 然而法国各大城市 开始了新一轮罢工 数千上万人的流行队伍 无一人佩戴口罩 此等事迹简直魔幻 一幕幕似曾相识 却又大不相同 我们有金世皇 汉高祖汉武帝 他们也有凯塞大帝 奥古斯都 君士坦丁 我们经历五湖乱华 退守江南 终于迎来华夏崇光 随唐盛世风华 宋明制度典章 他们虽有东罗马推手希腊 却装旧不能光复故土 沦为蛮夷 分崩离析 再不负祖上荣光 他一统国家 VC小国寡民 中央集权 举国总动员 VC各自为政 一盘散筛的联邦 没有大国复兴崛起 何来小民 尊严与安民 再看看被强强口罩的瑞士 区区850万人口 如今短短一个月时间 就已经有1.6万人感染了 要知道这可是高端医学 和科技水平 一直号称领先全球的瑞士 世界时代医药巨头公司 瑞士有两家 除了电影 《我不是药神》中的原型 动画公司 还有常年和美国辉热公司 争第一的罗氏制药公司 此外还有世界最大的 食品制造企业 薛潮公司 世界最大的纺织机械制造商 同时也已出产 防空炮出名的 恶力孔集团 世界第二的设备制造公司 ABB集团 国际垄断地位的银行集团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 世界著名的轻武器和机械设备公司 SIG公司 世界前十名的远洋航运企业 地中海航运MSC 此外瑞士还是各种 世界国际组织的总部驻地 比如最近破刷了知名度的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去年瑞士人均GDP 高级世界第四名 8.6万美元 论其科技工业 医学金融业 国际声望 公民生活水准 瑞士都看似 达到了一个发达小国的极致 然而这只是在 岁月静好的太平世界 可以任由他们充分利用 资本社会的种种规则 向全世界各种方式 取征收 示威智商税的高有专利费用 犹如整个蓝星的天选之民 真正到疫情来临 生死攸关之时 其小国寡民的烈士 就被无限放大了 500年前 是一群彪悍的山地步兵 打赢了神圣罗马皇帝 实现了国家独立 曾经的瑞士傭兵 也是欧陆文明 争相雇佣的天下强兵 500年后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太久了 即使现在的第四德意志 所谓的军队 只剩下一群 吃啤酒红肠 吃得大富便便 倒点打卡 按时商加班的公务员 也足以令瑞士 这些国际坎坷无可奈何 口罩没收 消毒水没收 呼吸金没收 去你的国际仲裁法庭告啊 在疫情面前 看着瑞士如何被各个邻国 花式击邻 抢抢各类防疫物资 正是小国寡民 予辜无泪 好在世界还有中国 这个真正的中流砥柱 我们以人类史上空前的 巨国动力源 吃四亿人民的 巨大牺牲与付出 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 就已经接近清零了 每日的新增确诊病例 就已经接近了清零了 每日的新增确诊病例 从而逐渐恢复 正常的经济和生产 同时中国更呈现了 人类史上空前规模的 工业制造水准 一大批企业就地软产 已经能对外输出 整个地球一半以上的 支援那些一直对我们友好 和真心向我们求助的国家 疫情严重的意大利政府 第一批就向我国 一次性订购了1万台呼吸机 而中国第一批出售 给意大利的物资清单 包括了1000台呼吸机 200万只口罩 2万套防护服 5万套用于新冠病毒 检测的试剂盒 而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美国全国各大医院 目前全部的呼吸机总数 也只有6.2万台 谁都知道 对新冠肺炎的 危重症病人来说 一台呼吸机就是一条性命 终于到三月底 意大利在封城三周后 已经将每日新增病例 从高峰期的6500多人 降低到了现在的4000多人 罗马已死 秦汉犹存 亡羊不劳